另外一個地方完全不用安裝 你只要打開那個什麼 雲端 有沒有 雲端裡面有個雲端硬碟 Google的雲端硬碟 其實在Google的雲端硬碟裡面 就可以寫Python 而且非常簡單 可是你要在這個雲端硬碟裡面 裝一個外掛 就可以了 它效果跟Spider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那怎麼做很簡單 應該大家都會用雲端硬碟 然後都有帳號 不過第一件事 你要點選雲端硬碟的新增 新增裡面有更多 更多裡面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有一個叫做Google的什麼 這個collab的東西 所以如果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Google的collab 它預設是沒有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先到 它底下有個安裝外掛 去把這個外掛 先給它掛上來 然後呢 你有這個外掛之後 再打開之後就可以在上面寫程式 寫完程式一樣可以run run的結果呢 就會跟 在剛剛看到Spider是一模一樣的 OK 就是說 以後呢如果你不想安裝環境 你在這邊也可以寫程式 那 裝的方式很簡單 新增有沒有 更多嘛 新增更多 如果假設沒有這邊有一個 連結更多的應用程式 那你只要在這邊 找一個叫coLab 它就 很常用 像你這邊打一個 co 然後打一個 LAB LAB 有了 有沒有 就這一個 那你直接呢 把這個 因為我已經安裝了 所以它這邊顯示是應該安裝 但是如果你假設不是已經安裝 你就把它裝上去 裝完之後的話呢 你就可以在這邊看到有一個新增 更多之後的話有一個叫什麼 這個 Google的這個collab 那點擊之後的話呢 它會出現說 你是不是要共用 你就按建立並共用 它就跳另外一個 頁面出來 那接下來的話 你會發現它長的其實 跟那個 剛剛的那個spider 其實有一點點類似 那只要我們怎麼 把程式寫上去 我們就不重達 比如說把這 這四行 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Ctrl C之後 你就直接把它貼到這邊 這個時候的話呢 上面其實一樣可以有個執行 那執行的話呢 你可以在這邊執行階段 這邊有一個叫全部執行 或者你可以按一下什麼 按下Enter 或者按下 這邊有個執行 執行裡面的話有個Ctrl Enter 或者你按下全部執行 那你會發現呢 或者前面有個箭頭 按下這邊也可以 那讓它執行呢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幫你在雲端上面幫你run 也就是它Servor上面 已經有 幫你加了編輯器 然後會最後的話呢 會把最後的結果print到下方 OK 也就是說以後 你就可以直接 比如spider寫好東西 你也可以在這上面寫 假設你 電腦裡面 裡面沒有spider的話 那你也可以在這邊 把剛剛的程式打上去 那這邊按一下run就可以了 其實run在這裡了 可以執行 好 所以兩邊其實都可以試試看 那剛剛的這個程式做完之後 其實有一些地方可以再修正 哪些地方呢 第一個 你執行之後的話 它的結果 應該是我剛剛的畫面是有跑掉了 所以我把這個畫面重新再讓它 重新再恢復到預設的狀態 那理論上應該會執行到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按一下這個執行 run 它就會幫我把這個結果print到這裡 但是它有個缺點 其實雖然這邊有個8 但是一般同學可能會覺得 老師這個地方不好辨識 這個8到底在哪裡 OK 而且甚至即便你打 層次正確 但是run找不到你就覺得很慌 老師這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所以我們最後是希望什麼 再乾脆前面再加個 中文字好了 結果冒號 為8 OK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需要在那個 8的前面再加上中文的話 就沒這麼簡單 因為如果你要把 ANS 因為它是數字加數字 所以它也是數字 那數字呢 如果前面要加上文字的話 因為它是不同形態 所以不同形態要串在一起 很抱歉 不行 如果說你不同形態要串在一起的話 那你就先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把 不同形態 轉成一樣的形態 所以要怎麼轉 一樣的形態 也就是說 我如果今天希望 在這個ANS前面加上兩個字 叫結果 加一個冒號好了 結果冒號 然後如果我要跟剛剛的這個ANS串在一起的話 那你必須要學一個串接符號 叫做加 這個加的話 並不是計算 而是說把前面跟後面的資料串在一起 那理論上這樣應該OK啦 當然你如果寫這樣在VBS 它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你如果在Python裡面 它不能接受 為什麼不能接受 因為前面是文字 後面是數字 那文字跟數字 它就覺得說不對 你這不行 所以如果你執行之後的話 一定會發生錯誤 不過跟各位講 以後你看到Python發生錯誤的話 你要學會看懂 錯誤的意思 因為 如果你看不懂 程式錯誤的意思的話 那你就沒辦法除錯 因為其實 除錯也是程式的一部分 所以以後不要擔心 錯誤 其實說真的 然後可能程式 就是你 吃燒餅怎麼會不掉芝麻 對不對 難免的吧 但是 你就是要想辦法 把那個問題解決就好了 OK 所以其實沒有說那麼厲害 那寫每次一寫都正確 沒有啦 但是 寫錯了沒關係 要馬上知道 錯在哪裡 OK 其實 我是覺得Python還蠻人性化的 它其實都告訴你為什麼 而且還解釋給你聽 只是解釋的那個語言的方式 你可能一下子沒辦法馬上 那麼讀懂 不過慢慢你會多看解釋 你就慢慢可以讀懂 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這個地方 我加了什麼 加了這個 結果冒號 OK 就這個 然後再換接後面的東西 執行之後呢 它會給我一個訊息 以後看到如果是 所謂的深紅色的字 表示是BUG 而且 它會把那個BUG的原因 寫在下面 你會發現它有大大的字 叫什麼 Type L 有沒有 Type是指的什麼 就是資料形態 他跟你講 你這個程式裡面 有資料形態的錯誤 然後呢 他底下跟你講說 英文敘述 你如果要串接兩個文字的話 你只能夠是什麼 只能夠是String 你必須把什麼 而且他其實還跟你講說 哪一行錯 你可以看到這是第四行 他會跟你講說 你第四行發生錯誤 所以第四行 所以你以後看 錯誤發生的時候 第幾行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 哪個地方出錯 怎麼去解決錯誤 如果你都讀懂的話 你大概就知道了 所以其實這邊 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這個 ANS 有沒有 把它 變成什麼呢 本來是8 對不對 把它變成 文字8 那怎麼把它變文字8 其實很簡單 就是 在這個ANS外面包一個 轉型的函數 叫做 STR 刮斧 前刮斧然後後刮斧 把ANS包起來就可以了 把它字縮小一點 這個字太大了 也就是說在外面包一個String 前刮斧後刮斧 把ANS包在這裡 那這個作用的話 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這個8 轉換成 這個8 那因為它是文字8 跟前面的文字結果 冒號 串的話 那就不會有問題 OK所以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這樣執行 那你會發現 結果冒號就OK了 OK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個 轉型很重要 有些不同型態的話 你不能夠 隨意的把它串接在一起 這個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要了解 除了說 現在是什麼 把那個 數字 轉換成文字之外的話 另外第二個 當然可能顛倒過來 比如說 我們可能遇到一個狀況 什麼狀況 就是 如果 如果A裡面 我賦予的值 預設是這樣子 5前後加上雙引號的話 有沒有 那表示說 這個5裡面不是放一個數字5 而是放一個文字5 那如果放一個文字5 假設你要跟3 再加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會出現錯誤 而且錯誤應該是第幾行 應該是第 第3行 把執行給各位看 有沒有 這邊也會出現錯誤 跟你講說第3行錯了 哪裡錯 一樣是Type L 所以如果說 你要 相加的話 一樣 這個是文字 這個是數字 你想說應該怎麼加 當然特別注意 你如果 轉型轉錯的話 結果就不一樣 為什麼 如果假設 你把那個 B有沒有 改成文字的話 比如說 不對那是我這樣子 把B 轉成什麼 轉成文字 再跟5加在一起的話 那結果會怎麼樣 他會加起來變8 會變什麼 OK 那就變成 文字的表示了 所以結果的話 你會發現 就變成53了 想說 這計算機有問題了 怎麼 跟各位講 他就是文字 加上文字 所以 如果你假設正確 應該怎麼樣 就不是轉這個 而是怎麼樣 把那個 A怎麼樣 轉換為整數 所以呢 接下來很重要 剛剛是把什麼 把 數字 轉文字 那現在的話 剛剛有顛倒 就是把 A 轉換成什麼 INT 所以這邊的話 記者要加一個INT 前刮弧 然後後刮弧 這樣子 也就是說啦 他把什麼 把這個5有沒有 轉換之後變成這個5 OK 5之後才能加上3吧 結果的話應該 應該才會是我們要的 所以執行的話 那就會是8 OK 所以請各位練習一下 就是剛剛 我在增加什麼 增加一個文字 然後串AMS 記得先把它轉換成文字 另外第二個的話 把那個什麼呢 把那個 A 前後 加上雙以後 把它先變成一個文字 再做轉型 試試看 好